回家吃饭 爸妈去年来的时候 我给他们做过一桌菜 我给他们煮过面 因为我妈妈就说上班好辛苦 我做的菜呢 我妈吃过一次 就四年前吧 先用刀背来松煮是吗 改良一个做法 斜切刀花 好 身份也处理好了 豆腐穿外衣 让它更有味儿 挂上姜汁更有味儿 哇 大功告成 你说的特殊原料是什么 保密它 现在不能告诉你 表皮有味儿 你们有没有味儿 我们这第一步是改刀 我要拿它更入味儿 还有那小倔强 我用内功用火 哇 用内功 好火辣 好 这鱼最后的三分味道 等一下 还没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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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呀平时就爱吃豆腐 刚才呢 在超市里面买了一块这个 内脂豆腐 豆腐已经放碗里了 我平时呢 会加一点太太乐的鸡精 鲜背露是必须放的 鲜味汁 点上之后一点点 就有很浓的海鲜的味道 最后放一些盐 盐一定要适量 好 然后拌一下 尝尝味道 这个调料放的很足 好像这个调料的味道进去的还是比较少 可能呢 很多人跟我一样 就是做菜的过程当中呢 这个菜肉的味道并不是很浓 今天呢 正好请来两位朋友 他们已经拨后多时了 我们欢迎他们 欢迎两位 大叔你好 你好 你好 远道而来的客人啊 姚琳你好 你好 来来来 刚才大家呢可能听到了 就是做一个小小的豆腐就遇到问题了 调料是调料 就豆腐是豆腐 好像这个原材料进的这个味道特别的少 这个呢 是困扰我的一大难题 今天把两位请来了 拜托两位 一定要帮我解决这个问题好不好 对 可以 这样 在开始聊天之前 先跟我们来打个招呼好不好 做个自我介绍 大家好 我叫姚琳 对于我来讲 别人夸我漂亮 可能没有别人说我做的菜好 更让我高兴了 就是你去中美已经每处高度了 你夸我漂亮我听了太多了 你要夸我做饭好我高兴 接下来我们的大厨 大家好 我是来自三城重庆 我叫陈波 从事烹饪十一年 我们刚才跟这个大厨接触的时候 他只要是一说快乐 就能够说这个重庆话是不是 今天没关系 你要想说重庆话的话 我们热得欢迎为什么 我们品尝重庆的美食 也想听地道的重庆话好不好 咬点 咬点 好 那今天有一个主题 就是必须这个豆腐让它有味儿 咱们还是姚琳先开始好不好 好好 那我先来 因为我本身是天津人嘛 然后天津有一道很有名的菜 叫八真豆腐 咱们边说边聊好不好 好 我可以帮你做什么来 您可以做的跟我的一样 就咱们在做护发食者 好的 好的 可以 这是我的成就 我们先处理一下鸡肉 因为鸡胸肉也是一个比较厚式的食材 它也不是很容易入味 一般会用刀背把鸡胸肉这样 捶一捶 来捶一捶 捶过那之后呢 是要用 需要用这种刀背来 平开一下 好 然后呢 我们就是会把鸡胸肉切丁 鸡丁呢 需要切得不要很大 然后我们先要把鸡胸肉先腌制一下 鸡胸肉为了更入味 对 我需要 先用这个刀拍完之后 对 我们用这个料酒来腌一下是吧 放一点点淀粉 淀粉 这是为了让这个鸡肉更阔 对 然后我们来给它抓匀 然后呢 我们开始可以处理这个虾 好 处理虾的时候 我们都要去除这个虾线 去虾线吗 然后我有一个比较 觉得很快的方法 就是肚脚这边朝上 然后呢 我们再用一把刀 在它虾头和身上的位置呢 不要切断 切到一半的时候 轻轻地往上一拉 这个虾线就 自己就会全出来了 哇 太专利了 然后我们也需要开背 因为开背以后呢 它会呈现一个虾球的形状 会比较好看 姚玲有一点让很多女孩子 都特别地羡慕 就是她这么能做饭 可是她非常的瘦 如果要瘦呢 就一定要多运动 要迈开腿 可能跟吃也有关系 比如说你做的那些 我觉得非常有营养 并且呢 脂肪含量也比较低一点 现在这个虾呢 也是需要放一点点淀粉 白胡椒 为什么要放胡椒呢 要去一下腥料酒 我需要一个鸡蛋 料蛋清 我们应该做一下这个 鱿鱼 鱿鱼 我们要给这个鱿鱼改刀 我站旁边看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女生 应该是在抚琴的那一种 没想到 所以拿着案板跟彩刀 切的时候呢 要这样斜切刀花 这个我们要剥三颗 三颗 海参呢 我们也是切刀块吧 扇贝 扇贝也处理好了 然后呢 我们现在就要处理这个主角 就是我们的内质豆腐 我们需要把豆腐 这样倒扣在里面 然后我们现在可以用刀背这样 平拍 轻轻拍一下 把它给拍松 平拍一下呢 然后它不是有四个角吗 我们是需要来切开一下 它会近一点空气 我们切开两个就可以了 这真的是一个妙招啊 有的时候我在磕豆腐的时候 那豆腐经常从中间就断掉了 它不是一整块 扑了豆腐呢 然后这样拍一下 它会一整盒的掉出来 对 它会这样 OK 好 没问题 少一点 然后呢 我们需要给豆腐改到 一块一块 大一块 所以这问题来了 刚开始的时候 我在自己拌豆腐的时候 我觉得好像这个食材 它入的味儿比较少啊 我们会改良一个做法 会让它挂上这个姜汁 会它就会更有味道 挂个糊吗 对 需要挂个糊 我们现在先起锅 然后我们要倒油 好嘞 油要宽一些 本栏目用油呢 是由盛州提供的 白金优选食用调和油 盛州为国人制好油 对 好可以了 油温到多少就可以了 因为豆腐比较脆弱 我们不能给它翻过来翻过去 所以只能这样用淀粉来盖它 我们不可以翻它 然后我们这样就要下锅 油温现在也慢慢上来了 就是我们弄这个豆腐的时候呢 一定要手非常的轻 女生比较合适 比较纤细 对 是大厨的手一般也都是很轻的 姚琳我问你 这些豆腐大概要煎多久 它是需要油炸五分钟左右 五分钟 现在先不动是不是 对对对 先不要动它 然后看到它变硬的时候 要翻一下个 行吧 大厨要不要帮我看一下锅 那我来 这个是我的强项嘛 好 把这几块豆腐就拖完给您了 好 你一定要好好照顾好它们 你一定要照顾好 然后现在呢 我就要调这个八蒸焦头的汤汁 有一点生抽 然后呢 我们需要一勺蚝油 放一点白糖 那你调汁的时候 我们的大厨已经开始动你的豆腐了 翻了 翻过了已经 放一点白胡椒 然后还要放一点点垫粉 然后我们要加一点清水 好 好 一点点可以啊 嗯 不要一双筷子 好的 是不是要调一下 对 要把它 调匀一下 这样可以吗 然后我们要捞出来 捞出来啊 裹上了这个淀粉之后炸出来 特别的薄 裹稍微大一点 再大一点啊 对 要倒 它的关键就是在于豆腐能不能炸好 因为那只豆腐它非常的软 接下来这八蒸该怎么处理 对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炒 炒我们的焦头了 我们要一点蒜末再 蒜末 我们来倒一点点油 可以了可以了 这么少 对 一点点 我做菜就是这样 要喜欢少油 好了 就是油温差不多的时候呢 我们要爆 松姜蒜来 木炒 给 好 好 这个蒜呢先煸香 我们需要香菇呢 就是先炒至 先放香菇 对 放香菇 边炒一下 一蓝片 对 这一炒起来就看特别熟练 经常在家煮饭 然后你就要放鸡肉 再用另一边来炒 感觉的是海参呢 然后可以吃了 蟹足棒 这里 好 好几样食材 是 因为天津是个洋海城市 从小都很喜欢吃海鲜 炒虾仁 我们要放虾仁 调的那个汁 对 搅一下 对 这个时候呢 我们要放一点这个香菇水 最后是鱿鱼 对 火温最高的时候烹入料酒 最后放料酒 火温最高的时候是适合放料酒 然后我们需要勾一点电笋 好 快速搅拌 因为这个里面有海鲜 对 那不应该时间太长 勾一个芡就好啦 那我给端住吧 好 谢谢 谢谢大厨 这个料很足 是 所以说它是一道印菜 哇 那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淋一点香油 做明油 点一点点的麻油 对 一点点的 好啦 哇 大功能 我们这道菜就完成了 听着 豆腐是道素菜是不是 其实有那么多的这个海鲜在里面 我们怎么做的 赶快尝一尝 尝一尝 我们 如果是你们 那你们会先吃什么 我会先吃豆腐 我也会先吃豆腐 扒开豆腐呢 它里面就会 就会有那个 有酱汁 哇 这豆腐吃起来感觉 因为它的豆腐还很嫩 一般做这种豆腐的时候 豆腐就会散掉了 它是整块的还很嫩 今天最成功的一点在于那只豆腐 非常容易碎 但是在夹的过程当中保存了它的完整的这个形状 并且呢 它在这个原材料的入味这道问题上面解决的非常的棒 那个酱头完全挂在了这个豆腐上面 是 太太的调味品 您回家吃饭 同时呢 太太的调味品提醒您如果想知道这道菜到底怎么做的话 您赶快用手机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您就会做了 鸡熏肉切丁 鸡虾仁加一点点料酒电粉鸡蛋清 等油温到八九成热的时候要快速的复炸 把鱿鱼穿一下水 最后勾入一点水淀粉 姚琳呢 真的没看出来 这么娇小的一个九龄后的女生做了这么样的一道硬菜啊 接下来就是我们的大厨了 大厨今天你要解决一个问题就是你的食材当中怎么能够更入味 我想它更入味 它有很小绝叫 那您做这道菜的名字叫什么 来凤鱼 如果这个草鱼 鲾鱼 鲤鱼 这个鱼叫来 这个鱼是来凤鱼 不 这叫草鱼不是来凤鱼 这草鱼不是来凤鱼 对 我做的菜名叫来凤鱼 为什么叫来凤鱼呢 成都重庆的一个 还是一个驿站的名字吗 对 白石叶 来凤鱼吧 因为当地家家夫妇啊 做鱼而得名 叫来凤鱼 是这样子 所以这道菜也是因地名而得名 对 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 哦 那说得我们好紧张 这个鱼呢 我们要改花刀 有些它是改块 背面 还是正面来改花刀 我都是从里面改 它把这形状好一点 它不会碎掉 不会碎掉 形状保持它 陈大叔欢迎您把那个重庆美食 带到这个北京来啊 但是今天呢 我们除了展示美食之外呢 还要帮助大家解决一个问题 就是我特别想让这个原料里面更入味 您今天这个鱼不能够说味道不足 全在这个做料里面 鱼本身要有味道 大师是有诀窍的 对 我们是要把这个鱼骨要剁碎吗 稍微剁一下 一个是保证形状 另一个是背部的肉很厚 如果不切一下不改下刀的话 表皮有味里面也没味 明白了肉费的第一步是改刀 改成这个刀之后 它就有利于入味 对 好 现在是把这个两片的这个肉 全部切成一条一条的 对 接下来就我的要来腌味了 让它更入味 随便把鱼 你需要一个大盆 看里面 腌制的过程当中必须有的这个姜 原来还是一个那个好像立体的一个鱼 现在变成我猛的一看像一片 是是 是吧 它会变成变了一个形态 再加点香菜 你现在加香菜吗 现在马味的加菜 入味让它加香菜 在家做的时候 很少有这种加香菜 它一个是 所以它会变得很清香 清香就是一个 还有一个是让它去腥 碱力 因为它本身都有很多腥味 好 那我现在要的白酒 那你需要什么 好 接下来现在放白酒 倒一点点白酒是不是 对 我要加盐 盐这个时候稍微多一点 满味 要让它入味 对 因为鱼很厚 对 好 然后我现在就倒水 好 盐来 把它抓一下 好 我们这个鱼大概要腌制十分钟 好 我就准备点姜蒜米 很少见用地名来命名这个菜的 是 我们来一部鱼 我们就是麻辣味 但是带一些荔枝酸甜味 哦 会有一点酸甜 对 然后还加点特殊原料 让它更加入味 你说的特殊原料是什么 那你看 然后现在保密它 现在不能告诉你 对 好 现在松姜蒜 一会儿这些也是要放到这个鱼盆子里面的吗 不 待会儿等下是炒掉 我到现在 我从这个名字上面还无法判断这个鱼到底是怎么做 是 我不知道 你说八枕豆腐 我大概知道 有印象 说什么挂个汁啊 加个豆腐 但是来凤鱼 好神秘的一道菜 是 锅子火了 我们就要加点菜油 菜籽油 用菜油来炒 是比较正宗的 入味的 还可以加点生辣油 对 来 这个鱼你帮我倒一下 好 好 您看一下 倒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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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倒不得了 OK的 哈哈哈 倒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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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了 就是吗 我现在要准备炒掉 炒掉了 好 加点海椒 什么 海椒 海椒 这个海椒 我们老家叫做海椒 海椒 对 加点花椒 花椒 量都比较大 一般在北方做菜的时候好像 是 很少能够听到放花椒的时候哗啦哗啦的声音 对 来大连 我点薑蒜米给我 好 要多放吗 可以 对 刚才您说是姜蒜米 对 姜蒜米 就是姜蒜末 这个是传统做菜的原料 豆瓣酱 豆瓣酱 加入泡姜 好像泡姜在北方炒菜的时候 反正我比较少用 泡姜 做川菜重庆菜 最少不了的 我加点泡椒酱 这是泡椒酱 看这好活力 有些活力 其实我觉得应该很咸了 这里面 所以很咸 味道还够味了 好 来一块儿 火锅料 哇 哇 泡姜泡姜慢慢地炒得酥香了 这个时候也是比较重要的时候了 我们要放一点糖吗 对 加不是一点糖要放 要放多一点糖 让它炒进去 多一点看到 好 慢慢慢慢地炒 我现在不刚刚放到白糖吗 前面炒花了 炒出去了 它比刚才更亮了 给我点醋 醋 对 哦 醋我没有 我们把醋炒进去 你说现在放醋吗 对 为什么 一个作用就是 让里面的辣椒花椒 所有的东西 让它激发出来 它用了一个激发 然后刚放进去 这个醋之后 整个锅里面就听见 噗噗噗噗噗噗噗的声音 你看 这个时候今天要炒香了 我们给 倒点水 里面要一会儿炖鱼吗 对 烧鱼的 好 我知道了 今天咱们让这个原料入味 我们陈大厨用了两招 然后第一招就是这个化枕维灵 对 然后在化枕维灵的过程当中 它用了独家秘诀就是香菜 然后呢 另外一个入味就是外部给它很大的这个味道的这个功力 浸到这个鱼里面 把功力逼进去 我要跟这个鱼再洗个澡 现在就是在这里面泡完之后还要再清洗一下 对清洗一下 因为颜戒的动了 如果这个时候直接放在里面去那鱼就咸了 尤零你看外面看是整条鱼 我们看里面 其实都是像一块一块的鱼一样 分的很多了 所以说来跟便宜入味 好 给我开了一家 我现在轻轻 轻轻地放进去 OK 见证奇迹的时刻是现在吗 还没有 还没有 这个鱼肉我们刷的话 因为在五分钟 而且五分钟就可以 我只让它煮到七成熟 让它起锅 那最后那三成您怎么处理呢 还是我们就这样吃呢 我用内功用火 用内功 好 现在我要调调味 胡椒吗 对 加点胡椒 鸡精 好 鸡精来调味 对 因为我们做重庆菜 这些调料是少不了的 我突然发现 就是好像做重庆菜的时候 它这个料特别足 是 你看刚才光辣椒我没有数 至少五样以上 这个菜也很代表重庆 什么都有 什么都有 辣椒花椒啊 什么都有 好 这个时候 来 阿连你帮我看了一下 我教你了 我联想信用了 好 我这边就另起个锅 烧油了 好 把菜油 还是要放菜油 对 还有菜油 颜色刚刚肉的话 颜色慢慢变白了 是没有了 就是差不多 我现在准备起锅了 够签了 喝点水和红薯粉 OK 这个 这个和我们的不太一样吗 这个不一样 对 自己家做的吗 都是啊 自己家做的嘛 我自己家拿起来的 红薯粉 对 您有没有试过 如果家里面没有这种红薯粉的话 我们用其他的粉能代替吗 都有嘛 现在超市都有嘛 如果是用玉米粉也可以 但是可能它那个口感滑爽度 没有这么好 明白了 要想做正宗的 味道比较好的 还是用红薯粉 是 对 我现在鱼都差不多了是吧 来 大家把葱结放进来 葱结 要撒在上面吗 对 好 我现在就开始勾签了 哦 要慢慢勾 分几次勾进去 不要一会儿勾 一会儿勾了 它也不好 浮齐了 您是怕它比如勾得多 它一下子太浓 还是说 一个时候怕它也太浓了 而且它口感也不一样 嗯 对 我再勾一次 分层次的让它出 对 一次又一次 好 我现在起勾了 大家把这个大盘子给我 好嘞 来一个超级大的盘 好大的盘 我现在把它倒出来 哇 一整 小鱼 哇 现在是七成熟 还有三成有您的妙招是吗 那你看一下啊 撒花椒面 哦 好 来 把葱花椒撒上去 好 放上足够的这个 撒上 好 然后薄荷叶 薄荷 对 哇 我现在准备炸油了 好 好嘞 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候 把辣椒花椒给我一下 辣椒花椒 这个吗 好 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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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最后一步呢 我们应该看 还要把油浇上来 但是还要 花椒 好 炒香那个后 不是这里有点醋吗 加一勺的醋 哇 哇 哇 好火辣 好 这鱼最后的三分味道 就在刚才那里焦了 等一下 还没好 还没好 没有好 好 我要再加一点花椒面 哇 已经迫不及待的要尝一下 关键这个鱼上面挂很多的油 挂很多的料 对 而且汁均匀的 稠在鱼肉上面 很入味的 嗯 牛肩的肉也是让它入味 我们牛肩的 哇 真的很有味道 我加的是鱼当中肉最厚的一部分 可是这个鱼最厚的肉当中味很足 姚天 你是发现了吗 我突然觉得这个鱼肉当中的薄荷的味道非常 是 薄荷会跟辣味有一个中和 太太的调味片呢 好 您回家吃饭 同时呢 太太的调味片提醒您 如果想吃到这种地道的重庆菜 来凤鱼怎么做的话 就赶快用手机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重庆地道 江湖菜 您就会做了 把鱼窄杀干净过后 改刀 辣椒把它炒香了过后 加姜蒜米 泡姜 泡辣椒 和料 加白糖 然后加醋 把鱼用清水稍微清洗一下 煮到七成熟 葱花 花椒面均匀地撒在鱼肉上面 诶 娘娘呢 哈喽 我觉得是比你家生活不好 我们除了有锅有饭 我们还有诗和远方 我们还有美好的音乐 今天妈咪做得怎么样 好吃 耶 出牌 我总觉得送走了孩子要迎来一个谁 不过用编 这还用编吗 我真的 胜不如死 你死去吧 今天真的不得了 光从盘子这个尺寸上 就知道是两道硬菜 是不是 而且两位呢 成功解决了这个原料 不容易入味的这个难题啊 姚玲最主要技巧就是给豆腐穿外衣 让它更有味儿 我们大叔更有意思了 他从一开始的时候 先把这个化整为零 然后呢就是烧制 最后一步就是用油来泼 经过三道程序之后 本来一条吃起来应该没什么味儿 肉很厚的草鱼 就这样硬生生的有了江湖的味道是吧 太完美了 还等着什么 咱们继续完美好了 再吃饭 再吃完口好不好 好的 好 小才是 Estados